什麼叫做種族歧視,什麼叫做妨礙種族融合,促進種族隔離 很多華人的移民會回答說,美國的中部歧視,種族歧視很多啊,那邊很危險啊,去那邊要小心啊,保守派都是白人至上的種族歧視 如果你真的有去過的話,你就不會這麼想了,真正的種族歧視,真正的種族隔離是什麼樣子呢? BLACK LIES MATTERS告訴你,BLACK CHRISTMAS要開始囉,這邊我要跟各位說一下 Christmas前面有一段字,Christ就是基督的意思,放了個X,其實就是一個沒有意義的節日了 這個IG Pro是說,是時候開始了,黑人建造,支持黑人領導,服務黑人組織,黑購買,不要購買黑色星期五的大搶購 只跟黑人的公司,購買任何東西 BANK BLACK,黑人理財,把你的錢從白人的公司,白人的銀行拿出來,放到黑人的銀行 白人至上,資本主義,使用警察保護利潤還有偷取黑人的生命,包括以下一堆人的生命 Yeah!這個好像有點像我們說要支持保守派的企業一樣 我們跟他們有什麼不同? 我是Edan,歡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現在打砸搶成這個樣子,黑命貴組織到底還要不要臉啊? 我們保守派跟他們不一樣,我們需要維持我們的形象 我們需要當這個世界的炎跟光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用MyID的面膜來保護我們自己的形象 MyID是一個基督徒的公司,保守派的企業 老闆Judy長期關注而且真正付出行動來保護那些被人口販子摧殘的兒童 他相信賺錢不是為了讓自己更富有 而是因為神給他越多的財富,他就可以把越多的祝福給出去 而且MyID說的產品都是出於一個在非洲稀有的Miracle fruit的蔬果 真的是暗瘡、粉刺、青春痘、黑色素沉澱全部一網打盡 保護你的面子,請使用MyID的面膜 MyID這間公司的宗旨就是要讓每個人都彰顯神要給他們的位分 記得當你付款的時候,請輸入AINews 全部大寫就可以獲得一組MyID使用的Miracle fruit製作出來的眼膜 而且當你使用AINews折扣碼的時候 所有的利潤都會被拿來使用在解救更多人口販子摧殘的兒童 還有他們的事工 有部分會拿來支持我們AINews的事工 所以現在大家就去www.myid.live購買 使用折扣碼AINews全部大寫 我們一起來對抗左派的勢力 保守派要來支持保守派的企業 已經算是一個很難做到的一件事情了 沒想到黑命貴要大家做一件更困難的事情 就是只使用黑人的東西 不是說黑人的企業特別少啦 你的汽油公司呢?你的電力公司呢? 你的網路公司呢?你的電話公司呢? 如果各位還沒有看出來的話 那一篇BLM的PO文是在Instagram的上面PO出來的 這個是一個絕大多數股份都掌握在一個 猶太裔的白人手上的一間公司 同時也是一個非常邪惡的一個人 不是因為他是猶太人 而是因為他是邪惡的 那拜登開那些補助呢?對不對? 拜登是一個白人喔!你要拒絕這個白人的總統嗎? 這個PO文是絕對100%種族歧視的 而且促進種族隔離的 但是卻沒有人願意講出來 黑命貴就是一個種族歧視 製造紛爭的一個暴力組織 他們的目的是要建造馬克思主義的 無產階級革命烏托邦 這個是所有人都應該知道的 但是只要是左派堅持他們的想法 他們就認為說一切都沒有問題 因為你是好騙的 例如像說新冠肺炎這個東西 拜登目前10個多月的這個任期內 因為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數 已經超過川普任期內的死亡人數了 大家不要說什麼 川普因為任期結束啊 然後拜登任期才剛開始啊之類的 目前時間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這個就對Joe Biden非常不利了 因為去年拜登在競選的時候的說法就是 任何一個總統如果造成這麼多人死亡的話 就沒有任何資格當總統 以下是白宮御用擦屁股的專家 Jen Psaki用一個完全不合理的方式 試圖合理化一個完全不合理的理論 在2020年約 220,000美國人死亡 拜登拜登的過特朗普任 任何人責任的財務 必須不成為美國的總統 是最新的售的美國 現在更多美國人死亡 現在再次死亡 拜登比特朗普任 我提到這個問題 是說什麼要做 要救生活性 成功及保護人 主持人的老名 他還說出了 人人菊池 and I think there's a pretty stark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approaches Go ahead 沒錯! 就只要繼續騙人就好了 川普沒有叫任何人打漂白水 在自己的這個身體裡面 不管你對這個疫苗是有什麼樣的看法 不管是你就是很相信疫苗 或者是跟我們一樣 就是對這個疫苗有非常大的疑慮的話 有用還是沒有用 我們現在會有疫苗的原因 最主要就是因為 川普的Operation Warp Speed 當川普說要在年底的時候出疫苗的時候 拜登、賀錦麗、Dr. Fauci 每個人都說這是不可能的 一定要經過三年到五年一個test status 但是川普做到的 最重要的是 Jane Saki 徹底的躲避了這個問題 他從頭到尾沒有說 他老闆說的不成立 這麼多人死了 拜登之前說沒有資格當總統 當死的人變得更多的時候 拜登還有沒有資格當總統 這個就是民主黨的所有策略最大的問題 他們把某個人、某個事件當成標準 但是他們都常常做一些很蠢的事情 來推翻之前的標準 最後搞得自己不知道怎麼解釋 就像我 一開始我認為說 新冠肺炎已經失控了 不可能有得到任何的控制 我有兩個選擇可以免疫 一個是得到新冠肺炎之後痊癒了 然後得到免疫 另外一個是去打疫苗得到免疫 在我自己看了很多數字還有報告之後 我得到的決定就是 疫苗無法讓你真正得到免疫 最近出事的全部都是打疫苗的 LeBron James打了全部的疫苗 然後得了COVID 但是Kairie Irving堅持不打疫苗 但是她沒事 而且我是在65歲以下 身體健康也沒有什麼慢性病 我得COVID的存活率 似乎比我去打疫苗的存活機率還要高 所以我選擇說我不要打疫苗 政府應該要尊重我的選擇 但是政府不是這麼想的 政府是為了要來控制我們的 創造出各式各樣的法律 把原本正常的事情變成非法了 而且現在這個政府已經嘗到這個血的味道 越來越過分 現在有個新聞從澳洲傳出來 有一些罪犯越獄了 這些罪犯沒有做壞事 他們沒有殺人、搶劫、偷盜、縱火 如果你做了這些事情的話 只要你是BLM的議員的話 你的名字是可以拿來被歡慶的 你是可以當英雄的 還可以上各大節目繼續當英雄 這些澳洲正在逃的罪犯 不是因為他們犯了罪 而是因為他們被 新冠肺炎的隔離所隔離 我們都被 told 新決定了 架條調我們在最早上 雙方的消息 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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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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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通過方不少 嗯 目前為止 我們從哪裏 進行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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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 контр&假期中 我們知道 是他們的下半半天 但是 那是 不廢 序 我們還不太確定這些人跟他們在聯繫 是一個補充航行 或是那些阿俄羅斯的社群組織 都在這裡 跟著凱瑞麗的固域 Darvina,我們也知道 這一定會把這個銀行標準提供 強烈的狀態 星期天我們有一個男人逃走 在達文的派對職 最後的情況 只會把我們放在螢幕上 我們會出動所有的警力 然後 會把這些人抓回這個集中營 那個集中營裡面 沒有任何人犯的罪 每個人都在這邊 因為他們可能有病毒 我不知道各位是怎麼覺得的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不敢相信這個是新聞 我以為這是個玩笑之類的 我們是怎麼樣 變成這個樣子的社會的 澳洲不是一個傳說中的 民主自由的國家嗎? 怎麼會這個樣子? 怎麼會有一個 就是新冠肺炎的集中營 絕大多數的人認為 不太可能有這樣的事情會發生 你不要想太多啦 你不要就是買了槍 買了防彈背信之後 就好像一天在那邊發神經 然後要保護地球了好不好? 很多人會認為說 在大學發生的事情 不會發生 這些學生支持社會主義 是因為他們沒有上班過 然後沒有創業過 沒有存過錢 出了社會的話就知道了 遇到現實的生活就知道了 結果呢? 結果就是他們的視力強大到 我們的社會因為他們的夢想而扭曲 他們的想法 他們的思想而扭曲 不要一天到晚在那邊講陰謀論好不好? 這怎麼可能發生呢? 新冠肺炎的集中營 其實就有 就是在澳洲 比台灣還要嚴重 台灣是你在防疫旅館裡面 然後你一定要付那個樣子的錢 澳洲就是你被關在那個防疫集中營裡面 如果有人從那裡面逃出來 就會有大批的警力來追蹤 這裡其實就是保守派最大的問題 而且是我們最缺乏的 政治想像力 或是政治幻想 英文這個詞叫做 Political Imagination 保守派有的時候是非常缺乏想像力的 我們活著的方式比較一般 我們的生活比較平淡 我們跟自由派那些人比起來的話 我們比較腳踏實地 所以說 我們一直都處於一個被動的狀態 不管怎麼樣 他們應該都不會重新定義婚姻吧? 性別欸! 這麼簡單易懂的東西 怎麼可能被重新定義? 怎麼可能啊? 哪個政府會把全世界封鎖兩年 只因為有人咳嗽感冒? 怎麼可能他們還會再建造一次集中營啊? 二戰的電影 二戰的歷史書籍都寫得這麼清楚 怎麼可能會在西方世界裡面發生極權政府? 他們怎麼可能這麼做? 然後這一切就全部都發生了 澳洲的集中營被建立 被使用 是每一個保守派都必須要學到一個觀點 右派有很多的很棒的作家 寫下了很多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還有如何發生的 之前我們講過 George Orwell的 Animal Farm Big Brothers 1984 各式各樣的名著都告訴我們說 這些東西 共產主義 左派侵襲是如何發生的 是如何進行的 是如何演化的 但是很多的右派的人不知道 怎麼樣保護自己的底線 常說為了社會和平 為了左派的政治妥協 接受左派的價值觀 或許才是保護我們國家不分裂的方法 或許他們要的只是 Equality 平等 Animal Farm裡面 我最記得的一段話就是 一開始動物全部在那邊開會 上面寫著他們的憲法 All animals are equal 還有 No animal must ever kill any other animal 結果經過了政治犧牲了之後 就變成 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跟 No animal must ever kill any other animal Without cause 只要給政府權力 他們就會打壓你 就會試圖控制你 這個想法好像很天方夜談 好像有點很可怕 但是或許這些想法才是正確的 因為聖經上也是這個樣子說的 世界越來越可怕 跟Animal Farm越來越相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你可以控制的 就是你指甲油的顏色 Neeji Nails 的指甲油使用是10 feet 的材質 無毒無害快乾材質製造而成 目前最高規格的指甲油 100%在美國製造 而且是一間基督徒保守派的公司 Neeji Nails 的顏色 很多而且保證你用上了之後 馬上愛上 現在就去他們的網站 nijila.com 選購他們的產品 結帳的時候輸入折扣碼 AINews 10 AINews 10 就可以享有10% OFF的優惠 愛自己沒有錯 愛自己的指甲更沒有錯 今年的holiday season 他們還特別推出了 Bestseller Collection跟Holiday Collection 讓大家購物的時候更放心更方便 現在就去 nijila.com 結帳的時候輸入折扣碼 AINews 10 一起來支持這一間 基督徒保守派的公司 一起抵抗左派的侵蚀 這個是非常真實的 B. 想像的還要真實 徹底崇拜自己 徹底崇拜人類 這個世界沒有對錯 只有我想要跟我不想要 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就是會促成邪惡的發生 不只是政治層面 還有道德層面而已 就連心靈層面也是這個樣子 抖音這個手機軟件 基本上就是一個左派的大聲工 以下是我在Lips4TikTok這個揭露左派變態行為的推特賬號上面看到的 很噁心 如果大家不想看到的話可以skip掉之後的30秒 在開始之前我先講一下這個影片是什麼 是一個撒旦教徒的變性人 全身有很奇怪的刺青 眼睛都被刺青 然後身上打了一堆亂七八糟的洞 在解釋為什麼他會長這個樣子 But I'm just gonna post this every time people Ask me the same question so and over again My name is Farah I am a trans woman As well as an intersex woman My pronouns are she, her, they, them are your grace My eyes are tattooed My nose is a piercing I identify as a threat, a nightmare, and a goddess So please bow down to me I do not believe in God, I don't worship the devil But yes, I am a satanist Which means I am my own God, and I worship myself Thank you, have a good day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這個人都會覺得說 天哪,這個人簡直是神經有問題 要去一趟精神病院才對 但是這個人不只是精神上面有問題而已 他還有屬靈,還有哲學上面的問題 而且因為我們的國家一直以來是一個物質的欲望來做運行的 我們拒絕相信有靈這個樣子的東西 這個樣子的環境讓我們好像全部都處於一個精神分裂的狀態 因為一個說法是 沒有靈這個東西存在 我們只是一堆肉,一堆蛋白質,還有一堆化學物質在那邊走來走去 但是同時我們又說 我們的肉體沒有任何的意義 不能代表我們的心靈 如果我認為我是個男人的話,我就是個男人 如果我認為我是女人的話,我就是個女人 我的靈才是代表我這個個人 我沒有被我的肉體限制住 這個就是一個徹底精神分裂的一個想法 因為這些人拒絕相信我們是由靈、魂、體三個重要的元素而組成的 去除任何一個,我們都只是一個空殼而已 另外一個很有趣的東西就是他說 我是撒旦教徒,但是我不相信神 我不崇拜撒旦 我崇拜的是我自己 我就是神,我就是個女神 I am a goddess 這好像是一個很聰明、很新穎、很前衛的一個想法一樣 你會聽到很多撒旦教的人這個樣子講 撒旦只是一個我們使用的工具而已 只是一個玩笑 目的是要讓你們這些神經病基督徒 讓你們知道自己有多存 我們並不相信撒旦教啊 就跟我們知道神不存在一樣 我們只是愛我們自己 我們只是愛人類而已 好像這一切跟撒旦教都沒有關係一樣 事實上就是撒旦教的教義就是這個樣子 撒旦就是做了一模一樣的事不是嗎? 撒旦不就是因為這個樣子才像閃電一樣墮落在地上嗎? 如果各位不知道撒旦有來的話 可以去翻譯一下聖經的以西節28 還有以賽亞18 裡面都有講到 撒旦原本是一個天使 但是他追求,他選擇了崇拜自己 選擇了追求自己的慾望 而不是聽從神的旨意 然後他就墮落了 撒旦就是在想說 我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 我的思想才是事實 我想要把這邊變成天堂 這邊就是天堂 我如果認為這邊是地獄的話 這邊就是地獄 所以說我才是世界的中心 我的想法才是真正的事實 最後他就只能在地獄裡面 而且他怎麼看 到處都是地獄 他想要把他的地獄帶給別人 如果你脫離了道德價值觀 依照自己的想法 如果你脫離了良善 依照自己的慾望 如果你脫離了現實 而追求自己的幻想的話 你就是會下地獄 不管你是活著的時候 還是你死了之後 不管是你個人的生活裡 還是你活在社會裡面 你看看剛剛那個影片裡面的人 他就是一個活在地獄裡面的人 一個自我尊崇 自我崇拜 自我尊榮的地獄裡面 我們會說他好像是個神經病 然後就什麼 要吃這個藥 要吃那個藥 要吃抗憂鬱症的藥 但是其實跟屬靈層面 還有哲學層面 有非常大的關係 就跟最近在審判的墮胎法案一樣 那些人在說 女人可以隨便殺死自己的孩子 你可以繼續在自己騙自己說 這不是在殺人啊 沒手沒腳沒有眼睛 那個就只是一個寄生獸 寄生蟲而已 只是在吸食母體的營養而已 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 那個就是個生命 而且是個人類的生命 不管你怎麼解釋 幫自己找理由 就是沒有辦法逃脫現實 沒有辦法逃脫道德 不是說左派 就連右派的人都會說 我們不需要被道德捆綁 我們只要理性 有同理心 有同情心 然後做個好人就好了 但是這是不可能的 歷史上有各式各樣的證據證明說 我們天生生下來就是有罪 建立美國的建國國父認清了這一點 世界上你認識的偉人都這個樣子了解 我們的靈魂體都必須要隨時的檢視 都需要神的洗禮 但是我們就是一群弱智 因為我們忘了他們 因為我們忘了他們 或者是我們根本沒有花時間去討論 或思考這些事情 我們越來越不會理會這個樣子的事情 我們越來越相信自己 我們越來越崇拜自己 以為自己才是這個世界的中心 自己才是自己生命的王的時候 我們看起來就越來越像影片裡的那個人 我們的國家就會變得越來越被那個樣子的人控制 為了避免我們的生活被控制 AI News的聲音是重要的 我們的新聞頻道不是為了什麼東西 只是為了讓大家更了解現在的實情而已 在陰謀論被證直之前 他們就只是個陰謀論 在指控成立之前 就只是一個虛空的指控 我們不希望被任何人控制 跟不希望控制任何人 我們希望是可以成為各位的聲音 還有資訊的來源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這麼在意 我們的新聞的真假性 如果是假的訊息 我們絕對不會爆出來給大家知道 只是為了開心 只是為了爽 但是我們需要各位的幫忙 現在就馬上加入我們的Copy會員 成為我們這些反叛黨的一部分 我們要贏回我們的國家 我們要贏回我們的社區 最好的方法就是幫忙share 分享我們AI News的視頻 讓我們的聲音可以發出去 讓我們的節目可以繼續做下去 請繼續支持我們的事工 現在就去Copy 加入我們的會員 資助我們的節目 讓我們可以繼續的做下去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繼續關注AI News 我們下次見 請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